嗨,大家好 今天我做的这个菜 说豆腐也不是豆腐 偶然看到一个祖安豆腐的做法 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太麻烦了 我做了一个改良 鸡腥肉切成条 我要把它打碎 打成泥状以后 再把几个大虾放进来 具体放多少 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定 豆腐要选取比较细嫩的 不要用老豆腐 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把豆腐碾 我这种方法效果还不错 不过网眼越小越好 一个鸡蛋,只用鸡蛋清 1%茶匙盐 拌匀以后备用 取三个小容器 里面分别放一点油 它不会粘在玻璃碗上 只是要加点油 水开以后 上锅蒸20分钟 20分钟以后就蒸好了 又形成了一块完整可爱的豆腐 浮在汤里 不要把汤倒掉 下面我们要敲一下锅 炖豆腐 一汤匙酱油 加一点化开的固体鸡汤 如果是制作佐安豆腐 最麻烦的就在这碗汤上 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来做这碗汤 我就简化到只放了点清水 大火烧开以后 开小火炖五分钟 然后翻面 再炖五分钟 翻面的时候 把蘑菇也放进来 蘑菇不要煮的太长 煮的时间太长 颜色不好看了 出锅前再放一点菜椒 这道菜给小朋友吃很好 他喜欢吃的东西 可以多放一点 还可以放一些你希望他吃的东西 豆腐这么做 看起来十分精致 既有心意又有营养 令人食欲大增 谢谢您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市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